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香港深度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聚焦于最近发生的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件 首先,一名美容师在香港因协助提供未经许可的医疗服务而被判有罪 这一案件引发了对美容行业规范的广泛关注 受害者在接受注射后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 法官指出,被告对法律的无知并不足以作为辩护理由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 假冒香港廉政公署调查员的事件 这位女子的行为引发了网络的热烈讨论 也让人重新思考社交媒体上形象的真实性 最后,我们关注到香港社工机构在2019年暴动指控后 解除了一名社工的委员会成员资格 这一变化引起了社会对社工独立性和专业性的讨论 这些事件不仅反映了法律与社会道德的交织 也引发了关于职业伦理的重要思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香港,一名美容师因协助提供未经许可的医疗服务 而被判有罪 引发了社会对美容行业规范的广泛关注 这一事件不仅显示了法律与行业规范之间的矛盾 也敲响了警钟,提醒人们在追求美丽的过程中应该更加谨慎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这起案件的审理在九龙城法院进行 法官林子康瑜周三宣判 38岁的刘璐因为经注册进行医疗治疗而造成他人受伤 被判有罪 这名受害者在2022年11月7日于位于佐敦的CC美容中心 接受了肉毒杆菌注射 该中心的经理张敏负责进行注射 早前已对他在三名顾客身上进行注射的角色认罪 并于3月被判入于4个月 法庭上,受害者的情况被描述得相当严重 他在注射后不久便出现了模糊势力 咀嚼困难和心跳加速等副作用 刘璐在审判中对指控不认罪并为自己辩护 刘璐在法庭上表示 尽管他知道张敏并不是医生 但他真心相信张敏是根据香港法律 被允许进行医疗注射的 因为他曾看到一份上面有张敏名字的注射证书 然而,法官林自康指出 在香港法律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注射证书 他表示他接受了被告的证词 并相信他曾努力检查张敏的资格 但他补充道 这种辩护无法证明他的故意无知 法官指出,刘璐对于香港的法律显然缺乏了解 最初,刘璐还面临另一项相同罪名的指控 涉及另一名女性顾客 但在法官认为他可能对整个治疗过程并不知情后 该指控被撤销 第二名受害者最初在2022年11月10日 通过社交媒体联系刘璐 预约了一项美容疗程 但后来被张敏说服 接受了面部瘦身的注射 法官表示,证据显示刘璐并未进入治疗室 也未与张敏达成进行医疗服务的协议 法官要求检方准备一份背景报告以便量刑 因为法庭上仅得知被告约10年前从中国大陆移民至香港 刘璐被命令在量刑前继续拘留 量刑日期定于9月19日 这起案件引发了社会对美容行业规范的广泛关注 许多人开始质疑在美容中心进行医疗程序的合法性和安全性 在另一个事件中 香港的反贪机构廉政公署近日发出警告 提醒公众不要假冒其员工 这一警告源于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假冒调查员的照片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这位30岁的女子姓刘 自称是一名模特和时尚博主 来自上海 她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上 分享了她最近的香港之行 并上传了一些照片 在这些照片中 刘女士身穿办公室员工的制服 站在香港廉政公署ICAC总部的标志旁边 似乎在展示她的调查员身份 更引人注目的是 她还展示了一张看似有效的工作证 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和首席调查员的职位 证件的有效期显示到2029年12月31日 香港廉政公署自1974年成立以来 因其在打击贪污方面的成就 而享有国际声誉 尤其是在中国大陆 因为有多部电视剧以该机构为题材 让更多人了解其工作 ICAC以其对贪污的强硬立场而闻名 帮助香港成为世界上最不腐败的地方之一 然而 ICAC的发言人于周二表示 照片中的个人并非其员工 并提醒公众根据廉政公署条例 假冒机构官员属于刑事罪 最高可判处一年监禁及罚款25000党员 约合3205美元 这一事件引发了网络上的热烈讨论 许多网民对刘女士的行为表示质疑 纷纷留言询问 有被逮捕吗 你是在假装公职人员吗 难道不怕伪造文件的法律后果吗 以及她真的这么无聊吗 这些问题反映了公众对于假冒公职行为的 强烈反感和对法律的尊重 随后 刘女士的这些照片 也被她的社交媒体账号删除 似乎是对这一事件的回应 这起事件不仅引发了对刘女士行为的讨论 也让人们重新思考 社交媒体上形象的真实性 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人在网上展示自己的生活 然而 这种展示 有时可能会超越现实 甚至引发法律问题 刘女士的行为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网上还是现实生活中 诚实和真实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网络上的每一个行为都可能被放大 并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 这起事件不仅是对刘女士的警示 也是对所有网民的一次提醒 在追求个人形象和社交媒体影响力的同时 必须保持对法律的敬畏和对他人的尊重 此外 香港的一名社工 因在2019年反政府抗议活动中被指控参与暴动 而被解除其在法定社工监管机构的纪律委员会职位 社工注册局主席许仲兴于周二确认 陈洪秀并未被推荐加入监管机构的纪律委员会预备小组 而他自2022年12月以来一直担任该职位 陈洪秀在2021年被法院宣判无罪 因为检方未能建立对他的初步证据 然而 上诉法院早前允许此案继续进行 社工监管机构在7月经历了一次有争议的改革 因为当局指责该委员会未能采取果断行动 防止被判定犯有国安罪的人士注册成为社工 许仲兴表示 纪律委员会的成员必须具备洁白无暇的背景 他强调 我们必须维护委员会的形象 确保所有成员都没有包袱 能够做出独立 公正和公平的判断 面对指控的人在处理类似性质的投诉时 可能会有偏见 许仲兴补充 除了陈洪秀外 还有几名曾在该小组的成员也未被推荐 他预计新名单将包括拥有各种专业知识的社工 以及来自其他行业的人士 如教师和医生 并在两周内公布 许仲兴也向社工们保证 正在进行案件的社工不会被注销注册 他表示 如果一个人未被定罪 该案件不会影响他 或他是否能继续作为社工 标准与加入委员会的标准不同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确认 他已收到社工注册局的新名单 并正在审查这些名字 他强调 虽然政府是最终的把关者 但这份超过100名社工 及其他行业人士的名单 是由该局编制的 他表示 在名单提交给局之前 局内进行了严格的审查过程 以确定谁适合这些角色 谁应该被推荐 这是他们的工作 随着改革的推进 该局的成员从15人扩大到27人 政府任命的成员数量 从6人增加到17人 他们将被要求宣誓效忠香港基本法 及特别行政区 主席和副主席将由城市领导人任命 而不是由成员选举产生 该机构将获得迅速注销 某些罪行定罪涉工的权利 这一系列的变化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许多社工和市民对于这些改革表示担忧 认为这可能会影响社工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社工的角色在社会中至关重要 他们不仅是提供支持和帮助的专业人士 还是社会正义的捍卫者 社工们希望能够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 继续为社会上最脆弱的群体提供服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 社工界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许多社工呼吁政府在进行改革时 应该更加重视专业的独立性和社会的需求 而不是仅仅关注政治因素 社工们希望能够在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环境中 继续为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香港 一名美容师因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 协助提供医疗服务而被判有罪 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这一事件反映了香港对于医疗行为严格的法律规范 以及美容行业中的潜在风险 该案件在九龙城法院审理 法官林子康宣判38岁的刘璐 因为经注册进行医疗治疗 而造成他人受伤 被判有罪 这起事件的主角之一是刘璐 他在一家已关闭的美容中心工作 2022年11月7日 一名受害者在位于佐敦的CC美容中心 进行肉毒杆菌注射后 出现了模糊势力等副作用 这一注射是由该中心的经理张敏进行的 而张敏早前已承认在三名顾客身上进行注射 并已于三月被判入狱四个月 法庭上受害者的情况被描述的相当严重 包括模糊势力 咀嚼困难和心跳加速等副作用 刘璐在法庭上对指控不认罪 并为自己辩护 他声称尽管他知道张敏并不是医生 但他真心相信张敏是根据香港法律 被允许进行医疗注射的 因为他曾看到一份上面有张敏名字的注射证书 然而法官林子康在判词中指出 在香港法律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注射证书 并表示刘璐对于香港的法律显然缺乏了解 刘璐还面临另一项相同罪名的指控 涉及另一名女性顾客 但由于法官认为 她可能对整个治疗过程并不知情 该指控被撤销 这起案件引发了社会对美容行业规范的广泛关注 许多人开始质疑 在美容中心进行医疗程序的合法性和安全性 随着美容行业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美容中心提供包括注射疗法在内的医疗级别服务 但这些服务的提供者是否具备相关资格和许可 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香港 任何涉及医疗行为的操作 必须由注册医生进行 否则属于违法 这一法律规定 旨在保护公众健康和安全 防止未经训练和认证的人员 进行可能危及生命和健康的医疗操作 此次案件中的美容师没有医疗资格 却参与了医疗行为 最终导致了顾客的伤害 这正是法律所要避免的情况 这起事件还反映了 公众对美容行业中医疗服务的信任危机 许多人可能会错误地认为 美容中心提供的所有服务 都是安全且有保障的 但实际上 这些服务可能并不具备 必要的专业标准和监管 这提醒了消费者 在选择美容服务时 应该更加谨慎 确保所选服务提供者 具有合法的资格和许可 法庭要求检方准备一份背景报告 以便量刑 并命令刘露在量刑前继续拘留 量刑日期定于9月19日 这一案件的判决 不仅是对违法行为的惩戒 也是一个警示 提醒美容行业和消费者 重视法律规范和安全标准 只有在合法和安全的框架内运作 美容行业才能够健康发展 为消费者提供真正有益的服务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今天我要为美容师流露辩护 他只是个无辜的打工人 被不幸卷入这场意外 首先 我们来看看这位楚天书的背景 他从大陆移民香港 十年来努力工作 结果因为别人误导他 被判有罪 这就像拿破仑在滑铁炉战败 不是他不勇敢 而是刑事所迫 刘漏只是美容师 不是法律专家 他哪里知道什么注射证书是真是假呢 他看到的那张所谓的证书 难道不应该由政府来把关吗 楚天书 你这样说真的是太天真了 刘漏虽然不是法律专家 但他是美容行业的从业者 基本的行业规范应该要了解吧 这就像你不会让一个廉价照 都没有的人来开你的车 对吧 如果你说他无辜 那么那些受害者又该怎么办 他们的模糊势力 咀嚼困难和心跳加速谁来负责 这不仅仅是行业规范的问题 更是对生命安全的漠视 谢奇奇 你这话说的好像刘露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似的 他只是个普通的打工人 哪懂得那些复杂的法律条文 这就像你不会让一个厨师去修飞机 对吧 香港法律确实对医疗行业有严格规定 但政府也应该加强监管 教育从业者 况且 张敏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他已经认罪被判刑 刘露只是个替罪羊 坐在那里被锅 楚天书 你的辩护真的是太搞笑了 按照你的逻辑 如果刘露只是一个打工人 什么都不懂 那他为什么要参与这种高风险的医疗注射呢 这就像你不会让一个连火箭发射都不懂的人去按发射按钮 他明知道张敏不是医生 还协助进行注射 这已经是明知故犯 香港法律对这种行为有严格的惩罚 就是为了保护公众的健康和安全 谢琪琪 你这话说的 好像刘露是权力滔天的幕后黑手 他只是一个无辜的打工人 被逼无奈才参与进来 这就像俄罗斯小说 罪与罚中的主人公 无意中陷入犯罪的深渊 他真的相信张敏是有资格的 这就像你相信媒体上的广告词一样 政府应该加强监管和教育 而不是随便抓个替罪羊来安慰公众 楚天说 你这段话真是让我笑掉大牙 刘露不是什么小说中的悲剧人物 他是一个成年人 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就像你不会让一个喝醉酒的人去开车吧 张敏的责任无可推卸 但流露同样有责任 政府的监管和教育固然重要 但个人的判断和责任更不可忽视 法律是法律 无知不是免罪的理由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美容师在香港被判有罪 协助提供未经许可的医疗服务 哎呀 美容师也能有这么大的麻烦 故事发生在香港 主角是38岁的美容师刘露 因为在一家美容中心协助提供未经许可的医疗服务被判有罪 这个美容中心原本位于热闹的左敦区 但现在已经关门大吉 受害者在这里接受了肉毒感菌注射 结果呢 开始出现模糊势力 咀嚼困难和心跳加速等副作用 简直是美容变成了毁容 刘露在法庭上辩解说 他真心相信张敏 这位中心的经理 有资格进行这些注射 因为他看过一张显示张敏名子的注射证书 但是 法官林子康可不买这套 他指出在香港根本没有这样的注射证书 还说刘露应该更了解法律 最终 刘露被判有罪 而另一个涉及的指控则被撤销 因为法庭认为他对那次治疗不知情 这一事件让人们对美容行业的合规性和安全性 产生了更多的疑问 看来 下次想美个容 还是先查清楚合法合规吧 香港反贪机构发出警告 应游客假冒调查员 真是戏剧化 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位模特刘女士 在社交媒体上大玩角色扮演 假扮香港廉政公署ICAC的调查员 结果引发了轩然大波 这位来自上海的时尚博主在小红书上分享了他在香港的冒险 穿上调查员的制服 站在廉政公署的标志旁边 还展示了一张首席调查员的工作证 简直是影帝级的表演 但ICAC可不是吃素的 他们迅速澄清 刘女士并非他们的员工 还提醒大家根据 廉政公署条例 假冒机构官员可视重罪 最高可判一年监禁和罚款25000港元 网民们也不甘示弱 纷纷指责刘女士的行为 问她 你是在假装公职人员吗 难道不怕伪造文件的法律后果吗 最后 刘女士删除了这些照片 似乎是想自动消失 这事儿告诉我们 社交媒体上虽然可以表现自我 但可千万别越过法律的红线哦 香港社工机构解除 2019年暴动指控委员会成员 这事儿有点而复杂 还记得2019年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吧 一名在抗议中被指控参与暴动的社工 陈洪秀最近被解除其在香港社工注册局纪律委员会的职位 尽管他在2021年被宣判无罪 但上诉法院允许案件继续进行 社工注册局主席许仲新认为 纪律委员会成员必须具备洁白无暇的背景 以维护委员会的形象 这次的改革还让委员会成员从15人增加到27人 政府任命的成员数量也从6人增加到17人 真是个大换血 新成员还得宣示效忠香港基本法和特别行政区 主席和副主席将由城市领导人任命 而不是由成员选举产生 虽然这些改革旨在让委员会更具透明度和权威性 但也引发了社工界的担忧 他们担心这会影响社工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毕竟社工的工作可是很重要的社会支柱呢 总的来说 这三个事件都让我们看到了香港社会在法律 行业规范和社会正义方面面临的挑战 无论是美容行业的合规问题 假冒公职的法律风险 还是社工界的改革争议 都提醒我们在追求个人目标和行业发展的同时 必须遵守法律和道德准则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2 9 10